做动作可以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因为这个 鬼在你的后面 你都没发现 然后就死掉了 这个真的很难评价 虽然说大早上吧 但是 排到这样的队友 虽然说是匹配吧 但是真的有事怪无举的 吃一刀吧 你过来吧 我们下板子不要 做动作 再往里面角落里面钻 该说他啥好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大概游戏开局 20秒 那么就基本意味着这个局 已经宣告死亡了 然后这一把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小说家 怎么去打一个捷克 后面的话站起来 这种局的话 也能够极限品局 但是差一点点 我们这边的话 你看到没捷克站着不动 他不是挂机 他只是想骗你 所以的话我们这种伎俩 一定要注意 还有时候就转圈圈 你千万不要觉得人家是佛系 人家开局 一般来讲 佛系转圈圈 到后面的话 只是想要去骗你 千万不要吃这种亏 然后再来后再去说人家假佛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哪怕你 到我得上谴责人家 但实际上的话 你的游戏体验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说咱们还是谨慎一点 然后和小说家的配合 就一定要站在这个板子这边 那么像我这一类的话 经常会遇到监管者比较生气 对我比较生气 因为他觉得我老秀他 他确实会非常的不爽 不过这个也很正常 要是我打毒服我也会这样 觉得这个 哇这个好厉害 不行 我懵着你 但只是单纯在这个游戏里面 这文化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像这种局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打 就是首先要打团 尽可能保证一下 换挂一下 如果说你实力强于这个段位的话 你可以试着换挂 然后OB 试着就是像第二波 比如说医生飞天之后 我们的话来遛鬼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保评局 另外说一个冷知识 这个狗子的话 我们可以进柜子躲掉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无驴给他卖掉 因为他的话直接倒地 我们救他收益实在太低了 本身是想走低调 但是监管想要追我们 他们就要开启我们的一个 无敌开启遛鬼了 这边的话一定要破他的隐身 杰克这个角色 破他隐身 等下下一波你飞轮就好骄 误刃的话就好躲 眼睛看着他 他打不打 他不打没关系 咱们的话再转一圈 那我也跟着他转一圈 拉点角色 真的非常简单 然后又用到一个思维 就提前去换位 一定要就是提前换位 你看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换过去 因为面前的话是一个大空地 把它换了 这样的话后面就有个板区 然后再利用好这个地形 站在这个有高的地方 这样的话成功去躲掉 他的一个误刃 然后再这样这种情况的话 就必须要博弈了 可以骗他一下 然后利用硬直再翻 这个的话是属于 捷克的一个专属 小技巧 这无需 别的角色的话是比较困难 特别像现在这个新土服 很多抬手都是比较快的 但这个草堆堆 他打不住的话 这些打不着的 然后这边的话 再把它踢到板中中线来 一个输液 一个幻闸 还被车撞 这一场非常赚 有没有带三距离 没有被车撞 不是这个 可能被带三距离 三距离不可能使得快 他一台机收起来 爱在修 帮助我呢 换狗子 不动了 换狗子 他刚才点错了 开机门这版就没挑过 还不得往地银那边带 很难了 走机很难了 每一波我都不能失误 现在已经失误一波了 刚才再搬回来了 没刀斩呢 来救我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来救我一下 哪边有地窖啊 有地窖 飞轮没好 一定要飞轮啊 没有无敌争啊 你走你快走你快走 不要不要管我 快走就急快走地窖 飞轮好了 确实全有了 还不点门 他感觉要杀我 去吧 捷克轮廓 你得要穿西区看吧 收不出来 给他信号 带他过来 可以可以 看他过来了 第一波的话 队友打的已经非常好了 他已经能够无伤溜到这个门口 然后的话这边是单排嘛 所以他的话想要配合 你看这波 咱们要变速之后他走了 那么这个的话没有配合好 其实也没关系啊 别人也已经非常尽力了 就是一个少个沟通的问题 你走啊 我给你扛啊 诶 你走你点啊 我给你扛飞轮呢 哇塞 哇塞